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彪哥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菜 我们今天做一个沙律 都挺开胃的 酸酸甜甜的 类似东南亚式的风味 我们主要的材料就是柚子 有些海鲜 有番茄 有些柠檬 还有少少的辣椒 那个芹菜 是糖芹 比较香 有些黄椒 红椒 比较口感 而且颜色也更好 我们今天的海鲜 用了有鱿鱼 有带子 有青口 还有虾 其实我们喜欢吃什么海鲜 自己都可以调配 可以加进去 对 最重要的是 鱼露 鱼露 因为有蓝氧风味 还有少少咸味 更加鲜味 对 所以不需要用盐 当然不少有少少糖 调味 可以先将虾 虾 虾比较难熟 所以我们先下虾 嗯 其实我们今天用的虾 都挺大 标哥有没有选择虾 会更好 新鲜虾或者急冬虾 其实都可以 没有规定 最重要是新鲜 最重要是新鲜 对 对 好 那你一路绿海鲜 我就一路切一下配料 切一下配料 对 这个海鲜很快熟 是 不需要太过熟 太过熟 会变硬 我们港澳地人 对于一些东南亚的食品 都相当接受 那个风味 因为有时候有些酸酸辣辣的东西 刺激胃口 都不错 那我们今天主角其中一样就是柚子 应该怎么选择呢 我都比较推崇 用一些比较东南亚的柚子 它变成了一个皮薄 汁会比较多 好了 那处理好海鲜之后 把虾剁了殼 切好海鲜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拌这个沙拉 配料 放入海鲜一起拌 是的 那个辣椒就因应个人的喜好 有些人喜欢大辣的 或者狂辣的 狂辣 那些 加点柠檬 酸度都可以因应过人的 其实这个需要不要加醋 这个 柠檬不是起了醋 已经有这个作用了 那我们当然 柠檬是一个天然的醋 当然有我们的鱼露 鱼露 加点糖 调味 调味 还有我们的主角 柚子 是的 好 今天就麻烦标哥 帮我们介绍了这个 酸辣海鲜柚子沙拉 其实一个人漂亮不漂亮 和牙齿都很有关系 没错 除了外观之外 如果牙齿保养得不好 都会影响其他身体的器官 绝对不可以看笑 大家记得好好地保养自己的牙齿 如果你们对今集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官方网页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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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